他是一壮成名的顶级富二代 撞坏500万法拉利毫不在意 再撞1500万918 只为博美人一笑 为分手不惜拿出9亿分手费 这位有钱程度堪比王校长的男人 到底是怎样豪恨的家事 今天绑绑带大家扒一扒 魔独第一富二代勤奋 15年上海中怀疑起前所未有的撞车事件 撞出了第一富二代勤奋 2500万的法拉利换谁谁不心疼 但当事人勤奋却淡定坐在车边玩手机 有路人拍照还能笑嘻嘻地比剪刀手 这一撞也让秦大少的名字响车上海滩 凭借帅气面庞和平衣近人的气质 他迅速代替王校长成为了新国民老公 然而时隔四年陪小女友出游 他将油门和刹车搞错 一辆1500万的918再次报废 这一撞让网友不禁怀疑 秦少是不是在吵热赌 随着舆论愈演愈烈 秦少毫不在意回应 是因为小女友错把刹车当油门 市面透露 即将购买不加敌 这豪质亲近的态度果然是秦公子没错了 而秦犯又何止表面这几辆车 秦公子豪车挤满了整个车库 麦凯伦劳斯莱斯 科尼赛格各种罕见车型应有尽有 除豪车之外 他还有价值3.5亿的私人飞机 这豪气的程度一般富二代哪能比得上 那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打电话报警 就是叫那个人把车拖走呢 就连对天对地对空气的王校长也在他这吃了憋 王校长曾自信表态 不管多有钱都没他有钱 交朋友从来不看有没有钱 秦少三个字那我呢 对得其哑口无言 除了豪车围绕在秦分的最大争议就是 9亿分手费 最著名的便是交妻带球跑 与威舍的恋爱上的声名远扬损失不小 据爆料 由小杨密之称的韦雪认识秦分钱 与山东富二代陈平奉子成婚 为了稳固地位选择及时剖妇产 仅仅一个女儿 怎能稳固他豪门扩代地位 直到他小儿子诞生 才能他母平子贵 但这五孩子哪能拴得住花心的丈夫 哪比得上年轻小姑娘 很快他发现陈平出轨 但他并没有声张而是个玩个的 直至媒体爆出 他与正开夜点私会 陈平在选择离婚了事 而威雪也拿到了不菲的赔偿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 这点钱怎够 于是一个蛮天过海的妙计 寄赏心来 威雪远赴韩国整容 抹去生育痕迹 恢复成功身材的他 像极乐林品如华丽归来 并成功盯上了豪气又二娃的秦公子 再次远赴国外偷偷生下秦分的孩子 一张DNA鉴定报告轻松拿下九亿 也顺时成为一名顶级富婆 不过再多的分手费 对秦分来说都是九牛一毛 对秦公子的家世 想必大家十分好奇 有传言说 他的父亲是香港大卫集团CEO 也有人说 他是红色背景三代子弟 但随着秦分父亲名字的爆出 很快有热心群众扒出 秦夫秦四新早年靠给赌场 介绍客人发家致富 至于秦分为什么那么多豪车名表 也因秦夫特殊的工作性质 很多大佬还不起赌债 用东西进行抵押 比如浙江富二代张小恩 未还两亿千款 将豪车以一千万抵押给秦分 这时再看秦公子满屋子的球鞋 更像是朋友寄存在这里的 榜榜看来 虽然秦公子比不上王校长的千亿身价 但是比起普通富二代来说 还是一绰绰有余 吃瓜归吃瓜 生活还是我们自己的 打工人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